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水里有手 对不对 留下来了吗 再看一次 我手捧个水 水 我手指展开 留下来了 这个才叫不执着 谢谢 什么意思 你的心 会经过一切的人事物 可是你心中不会留任何的印象 假如我执着的话 那个水就会变成冰块 变成Jerry果冻 就粘在我手上了 这个才叫执着 不执着的意思是 我的心会经过任何的人事物 但是它在心中不会留下任何的印象 那这个才叫不执着 举个例子 什么叫留下印象 我今天去百货公司看到一个 还有Gucci Gucci吧 名牌吧 对不对 或者SK2 哎呀 我就很想买啊 回到家里呢 你一直想 你那个时候就执着了 你心一直想买啊 你虽然没有花钱Visa卡去刷 其实你的心中真正黏着那个名牌 黏着HK2 一直放不下 那个才叫真正的执着 所以不要值得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轮回的世界里面 我们会经过一切的喜怒 哀乐 生老病死 可是过了就过了 这个才叫不执着 很多人对不执着的也是 Reject 哎呀 我不接受 不接受叫不接受 不叫不执着 了解吗 假如你执着会有什么呢 晚上会留恋 会做梦 你会印象 哎呀 我终于发财了 中马票了 我买了H S SK2 对不起 我不会用女众化妆品 所以这个名字很难记 你可能做梦当中呢 你梦到 哎呀 那个名牌的包包 我买回来 我非常高兴 可是在高兴那一刹那呢 被老公发现了 毒打了一顿 所以你看 那些都在梦中 都会留下各种的 Little memory 一点点 那个才叫执着 所以这里讲 世间跟初世间 是指你的心 所以佛经理常常用 莲花出污泥而不染 当然我们心看到境界的时候 会被影响 但是现在学佛学什么 学 看到你的心 控制你的心 最后超越你的心 我再讲一遍 看到自己的心 学着控制自己的心 最后会超越自己的心 怎么超越呢 后面会教 要求止观 要求般若波罗蜜 所以若 请站回来 看到经文 五十八页 第九 第八行 若出道跟非出道 出是指出这个六道轮回 非出道你呢 没有出六道轮回 若学 这里的学是指南传的 一果 二果 三果 要学 华言经从一地到八地 都要学 无学是指他毕业了 无学听好不要解释为不学 而是呢 finish the all learning 无学是指四果阿罗汉 他最后连能锁的烦恼 都消融了 所以智慧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看几二 法身的功德 请看经文 知道法身 昨天法身呢 我用了这个 什么 彩虹做比喻 法身中 平等不动 安立世俗地 所处的任何名字 他都很清楚 心能够安立所有的众生 还有 心也能安立一切非众生 安立在佛法 佛 顿号 在法 还有安立在圣贤身中 好 法身有一个很特大的功德 就是平等不动 不动 我举个例子 像大海 看这里 大海 来 看到大海 待会我要教的 先讲大海 大海你可以看到 当它没有风的时候 就没有波浪 可是当风吹的时候 它就开始有波浪 请问波浪从哪里来 从海里面来 对不对 请问波浪跟大海 是同 相同 还不相同 来 赞成波浪跟大海 是相同的 请举手 上我的课要请动动脑 听筋动脑 好 没关系 不要怕对错 因为我们还没有存活之前 我们都在学习 第二个 你觉得波浪跟大海 我刚才是问相同 还不相同 相同的请举手 再挤一遍 好 手放下 你认为大海跟波浪 是不同的请举手 没有啊 没有的话 那我请问你 怎么会叫做一个波浪呢 英文叫Wave 大海叫Ocean 那这两个同单字 不会是两个单字吧 你觉得不同吗 还是相同 波浪就是波浪啊 大海 这两个若是不相同的话 那它怎么会有两个英文单字呢 中文叫做波浪 大海 这两个词是不同的吧 糟糕了 怎么办 有一点点confusing 就是有点迷惑了 好 你认为这两个呢 是相同的也是不相同的都同时存在的请举手 第三个答案 是相同也是不相同而同时存在的请举手 第四个 第四个 师父你讲的我通通都不懂的 请举手 师父你讲的我还是猛叉叉的 请举手 举手啊 好猛叉叉 他很诚实没关系 好还有一个 猛叉叉的 好猛叉叉的 好猛叉叉的表示是正常的 那举手的呢也很正常 表示你用心在思维 所以大家都是很正常的 好注意听 平等心不动 大海它最平等 为什么呢 所有的大船小船它都能包容 不动是指它没有风的时候 一定是不动的 所以听好 在不动的状态下 波浪跟大海是同一个的 可是在动的状态下 假如现在有风 波浪真的是波浪 大海是不大海 为什么呢 看这里 波浪是在表层 可是呢 浅一点的海还会有影响 到更深的话 一千公尺的海 它是不动的 除非它有鱼游过来 所以注意听 在风的影响状态下 大海跟波浪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讲法身 是讲它的本质 两个是平等的 你可以再写在旁边 是讲它的本质 比如说再做举一个例子 请问各位 现在我们大家都在上课 你跟新红法师 是相同还是不相同 这个又很难答 很怕回答我的问题 因为新红法师功力太深了 我讲不过它 是吗 不是这样子 是帮助你 你跟新红法师相同 当然我们都是人啊 你要讲不同的话 我会吓一跳 Who are you Are you ghost 你是鬼吗 还是你啊 You come from the heaven 你从天上来吗 还是你说 新红法师 我是委托菩萨来的 那我跟你讲 赶快要顶礼 换你奖金好了 所以你跟新红法师 是相同还是不相同呢 从某个角度讲 是相同 我们都是人类 第二个 我们不同 我是光头 你没有光头 对不起 有些老先生例外 他也光头 对不起对不起 就说我是出家座 你是在家座 那有些人你跟我相同 有些戴眼镜 有些不戴眼镜 但注意听 相同跟不相同 都在同个时空里 都存在的 这个才是他佛教 伟大的智慧的地方 这个大家去想一想 所以讲不动 是讲他的 平等不动 是讲他的本质 所以 在佛经里面讲 当观世音菩萨 看一切的众生的时候 他看到了什么呢 他会先看到他的法身 平等不动 所以大悲观世音菩萨看呢 所有的蟑螂 蚂蚁 小狗 小猫 人 在家出家 都是平等不动的 佛教徒 非佛教徒 他都是平等不动的 你看 镜子本身是干净的 注意听 在大秤跟金刚秤 很多老师都会用镜子做比喻 因为镜子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 镜子本身是很干净的 你看被我擦了以后 它本身什么颜色 请回答我 镜子是什么颜色 糟糕 糟糕 你们又弄住了 镜子是什么颜色 有人说银色 有人说黄色 还有呢 白色 把不把不全答错 镜子本身没有颜色 镜子本身 好 看这里 假如我镜子放这边 请问你现在看到镜子是什么颜色 对 好 黄色从哪里来 外面来 对不对 好 看到吗 我镜子本身是黄色 然后我的袈裟是黄色 再换一个 现在 对不起 借一朵花 现在镜子照了 照到一朵花 镜子什么颜色 对 粉红色 可是 看 现在镜子又变成了 黄色 好 注意听 那黄色本身 其实镜子本身 有没有颜色 可是他现在看到 星红法师的袈裟 就显现了黄色 其实黄色 会跟它黏在一起吗 对 所以镜子本身是没有颜色 它依万物而显现颜色 黄色它就变黄色 好 当我看 把黄色拿走的时候 它又变什么颜色 没有颜色 对 镜子本身是没有颜色 好 看这里再看 当黄色来的时候 黄色是 是 袈裟是黄色 这时候它镜子 反射变黄色 这两个是同时存在的 听懂吗 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 你看这个 法身本身是平等不动的 广大无边 就像镜子本身 好 现在假如镜子有反射 我不知道各位可以看到吗 有可能看得到 有可能看不到 它会反光 反光老实跟你讲 也是没有颜色 它只是反射而已 所以 我们修行就是要常常保持 我们镜子上面 不要有污染 所以六祖慧能大师 跟神秀大师辩论 对不对 神秀大师说 对不对 时时情浮事 勿时惹尘埃 就是常常要告诉你 我们修持就是什么 讲过程 常常保持我们的心 有界定会 不受外面影响 可是啊 这样还没有开悟 这是讲过程 可是六祖慧能大师跟你讲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啊 镜子本来就没有肮脏的东西 你干嘛要找这么多烦恼啊 所以六祖慧能大师 是开悟的人 那真正镜子是什么呢 对不起 我不能视线 不能示范 真正镜子 像丢在地上 啪打碎了 连镜子的概念都没有了 你才会真正的开悟 但是这个例子 不是叫你回家 开始丢镜子 这样你老公会骂你 只是一种辟语 所以看这里 再回来看经文 法身是平等不动的 像无波的大海 所以他对所有东西 世间 众生 跟非众生的佛法 所以世间法 世俗地 跟圣意地啊 他全部都是清清楚楚的 所以真正的佛教徒 你在修持的时候 你的念头应该是很清楚的 我举个例子 有人曾经呢 不管他是念佛 念阿弥陀佛也好 念要师如来也好 然后念观世音菩萨也很好 然后呢念呢 南某本师释迦摩尼佛也很好 他很喜欢念佛 结果呢他跟我说 师父我开车的时候 差点撞到红绿灯啊 我说那你那个念佛有问题 真正念佛是应该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怎么会红灯跟绿灯都分不清啊 那个不是色盲吗 佛是无量觉的 所以应该对山河大地呢 非常清楚 所以叫你训练静坐的时候 你虽然坐在这里 可是你可以感觉到周章有冷气的声音 有别人呼吸的声音 应该是什么东西都是很清清楚楚 明明白的 好 再看下一段经文 己三虚空生的功德 请看五十八页 第十一行 虚空生这里是指化身 知道虚空生中 无量的生 可以进入无量的生 在一切的时间 处所 还有不同的身份 真实的或不真实的 或有边际跟没有边际的 无量无边的 无量色身差别 他都可以自在 简单的说 全世界有不同的人种 如果佛菩萨来投胎的话 某一 无量众生的种类 他都可以去学到他的语言 而去帮助他 有无量的不同的身相 所以观世音菩萨常常讲 对不对 三十二应生 三十二应生 其实是归纳的 事实上它是 无量的千百亿化身 普门品说 因以合身得度者 既献合身而未说法 所以能够他在这些 无量的色身里面呢 能够出入自在 为什么呢 因为他能够帮助众生 所以再以镜子来做比喻 镜子本身 本身镜子是干净的 是法身 他的反光 是爆身 他反射出来 像我袈裟 黄色的 他反映出来的黄色 那个叫做化身 当我袈裟拿走了 他就没有化身了 他就回到了法身了 这样了解吗 镜子是很好的比喻 月亮也是很好的比喻 当然我们凡夫要透过比喻 你才会匹会到比较深入 但是不要去执着他 我今天讲不要执着他 注意的嘛 就是说经过你所有的经验 但是你的心中经过了人事物 酸甜苦辣的经验 但是心中没有任何的记忆 或是各种的印象 或是even say no concept 没有任何的概念 这个才叫不要执着 回去好好想一想 我刚才做那个 水捞起来的那个例子 了解吗 不是说不要执着了 就是no 那是rejection 是拒绝 那这样拒绝到最后呢 你会远离人群 你就不会生起悲心 很抱歉你没办法成佛 因为你理解的佛法 大乘佛法是有一点点出入跟偏差的 接下来再看几次 十种自在的功德 听看五十八页 第十三行 佛不但得到法身自在 报身自在 跟化身自在 其实在华言经 这一段是来自于华言经 佛有十种自在 第一个 生命长短 他可以自在 第二个 他心可以自己做得了主宰跟控制 所以心自在 第三 重拒自在 就是跟大众相处在一起 所有的因缘他都具足 比如说你在公司行号要做一个project 要很多人帮助你 重拒自在 要有很多很多的条件 业自在 我们凡夫 这个我要多说几句 我们凡夫因为过去的烦恼与业 投胎到这一生 所以你的相貌 你的能力 才华 大部分都是被固定的 除非你很用功很用功的羞耻 比如说举个例子 新加坡人跟全世界的华人 都非常喜欢看相 对不对 甚至有人问 师父帮我看一看啊 我活到几岁 我就甭看了 为什么 那是由你的业显现 它会变的 对不对 那请问 假如现在 我给你一个问题 回去想一想 请写下来 假如很不幸的 你的业已经到了 你只剩下六个月的生命 请问六个月里面 你要做哪十桩事情 请写下来 这是我在台湾教生死学的问题 我现在讲 我再讲一遍 假如你现在得到cancer了 很抱歉 你没办法严寿 你只有六个月的生命 你可以做十桩事情 make the numbering 成 number one two three four 请问 你要做哪十桩事情 不要写太多 有些书写 要死前要做的九十九桩事 做不了那么多的 只要十桩事 各位联友 你现在就想 你今天不想 你懒惰一点也可以 一个礼拜以后 我还是会问你 在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的讲座 我就会问 因为我会牵涉到 临终怎么放下执着 你再不想可以 下半年度 我还是会问你 所以不要混 你不要说 哎呀师父 我长得这么庄严 还有十几二十年 可以 那你就拖十几二十年 断气之前要想清楚 可是很抱歉 那时候会来不及了 所以华人的文化都很怕 讲生与死 现在的佛教徒会比较好 像我的妈妈 过年的时候呢 我跟她讲 生死她说 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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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妈长命百岁的 我说你活到一百岁 那不是变老妖精吗 那你还是现在想一想吧 所以不要去怕死 我们佛教徒要有很大的勇气 这个才叫做自在 大家都听过观自在的解释 要关心是否真正自在 同样这里要关 你的业如何自在 那我的问题是 假如你现在业尽了 你活到八十岁了 请问 那你第一个问题会说 师父我可不可以不要死 很多人都怕死 在很多人呢 要死的这个六个月之前 他都对第一句话说 那我第一个愿望 我可不可以 make a pray to the God 向上帝祈祷 或者make a pray to the Buddha 对佛祈祷 我可不可以不要死 答案不可以 因为你的业已经尽了 所以我们一般凡夫 因为过去的业跟烦恼 我们投胎到人间 我们成为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呢 最痛苦的是 我们的业并不自在 你想要找工作找不到 那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你的福报不够 第二个就算你有福报 但是你太懒了 你不努力 那也是你的业 当然业是讲得比较粗的 其实业有很细的 所以佛不同 反过来 佛他的业是自在的 他心中是没有烦恼的 再讲得更白一点 我们在新加坡 如果一天或三天 你不洗澡 天气热都会臭的 佛呢 他身体不会臭 为什么呢 他业自在 他心自在 他的心是很清净的 接下来再看 怨自在 有人都发怨啊 我将来要做总统 可能吗 当然这是一个目标很好 但是你要问 你有没有那个条件 你不是发了怨 就可以都满你的怨的 所以有了 反过来 佛发了怨 通通通都会满他的怨 怨自在 好 接下来 信解自在 他相信佛法 理解佛法 没有障碍 接下来 佛呢 在成定当中 有神通自在 他呢 有智慧自在 还有身自在 好 身自在 请做一个记号 假如你现在投胎了 请问 你知道不知道 你来一辈子要去哪里啊 我做一个调查一下 你假如觉得你这辈子断气 不管你活几岁 我来辈子我要去哪里的 知道的请举手 所以答案证明了大家 身不自在 没错 好 没关系 假如你现在断气了 希望我将来要去哪里 不管去哪里 去西方极乐净土也好 再回来行菩萨道也好 要去佛国的净土 或去天上也好 你觉得我的愿望 比较容易 可能会达成的 请举手 有几位 请举手 举高一点 不要害怕 你有佛性 我希望我将来要去哪里 我相信我努力 我这辈子 会 会 会达到我的目标 请举手 请举好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更不要 举手 我跟你一样举手了 很好 手放下 好 那现在反问你 为什么你不敢确定 有很多条件 第一个是你的心 你自己控制不了 第二 你的烦恼习气 遇到境界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超越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来学习佛法 为什么 我们要来修持 转化你的烦恼 但是当你业自在 或心自在的时候 你将来投胎的时候 会自在 就举一个例子 西藏的转世制度 大宝法王 他们来生要投胎到哪里 他自己知道 而可以自己决定的 所以真正修持好的人 他是可以决定 自己 而且知道自己 哪时候要走的 这个叫做生自在 就很简单嘛 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我们在学习 就像看电影一样 各位电视剧集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第一集看完了 第二集你也看完了 第三集虽然没有播 但是你就会像导演一样 你大概也知道 他会怎么演 对不对 同样的再举一个例子 像河流 河流从山上流下来 上游 中游 中游跟下游 从上游一直流下来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中游是比喻这一生 你这一生 还没有结束 可是下游会游到哪里 你也大概会知道 了解吗 所以修持是很重要的 这样子的话 你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念头 具足 很好的功德 颤除很多的恶业 福德 福德 自会很增长 你会很欢喜的 就这样脱一件衣服 就离开了人间 可是你知道自己会去哪里 好一点的 会升到天上 天上也可以见到 弥勒菩萨 继继继继继续学佛法 比较次一等的呢 可以做阿修罗 战神 继续跟人家打架 很有福报啊 称心还是脾气很大 差一点的呢 投胎到人间 会不会投胎到新加坡 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那时候 这个国家是怎么样 也不知道 无常来的话呢 整个地球也可能毁了 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建议大家看 明天过后 它就是瞄理 未来呢 谁都不知道 这个世界会怎么样 或许你福报很好 会投胎一个比较好的国家 但是希望你最好的 是应该能够继续学习佛法 差一点的呢 就来生投胎到地狱恶鬼畜生了 对不对 搞不好变成 喵喵 喵 对呀 对不对 而且呢 当了狗还不一定会 还会到海印古寺来呢 对不对 搞不好变成流浪狗 所以可见有个答案是什么 我们的烦恼太出众了 业非常出众 所以我们很多都不自在 最后一个叫法自在 就是佛对过去 现在未来的一切教法都通达 心中充满了法喜自在 所以这叫法自在 各位可以回去想 这十个的反面 为什么我的命不自在 我的心不自在 一直到我对佛法不通达也不自在 那你就会看到自己要努力的方向 所以请看经文 得如是等十种自在 以为不可思议的智慧 这个智慧请瓜胡 叫一切种智 一切 一切就是一切众生的切 种是指种类的种 一切种智 这是在般若经讲 佛了解一切种智 是不可思议的智慧 是无量没有边际的智慧 而且呢它是永远不会退为凡夫的智慧 不退智就是呢 它是证悟圣人以后 它就不会作为凡夫 换句话说 你修十度波罗蜜 到最后真正成佛的时候呢 你是不会做凡夫的 你就一定是成佛 因为它正入了不退位 好 接下来再看观众片 请看这张 那在这个第十个里面 智波罗蜜理 我会介绍比较多的文书施利菩萨 所以看到这张 就西藏佛教叫语文书 语文书是什么呢 因为它心自在 所以它讲出来的话 很柔软 可以感动别人 也帮助别人 这个我们要学 它不单单只是说 我每天拿念族 不 它真正从内心里 生起心自在 所以它讲出来的话 它会观察 虽然这个人是很肥的 但它会说 你这个人是有一点点 过度的圆满 它不会说你像猪 那这个话就像呢 刀一样刺到众生 你会伤害众生的 所以语文书不单单是指说 讲话很漂亮 而是说它讲出来的话 可以感动别人 鼓励别人 假如称心很重的人 讲出来的话呢 都是美好话多的 那虽然我们现在 没有达到文书施利菩萨 这样的证悟 可是我们在语言上 应该尽量要清净 柔软 鼓励别人 而且应该多讲佛法 尽量少说一些八卦 佛教跟佛教徒之间 不要讲八卦 没什么八卦好讲的 八卦都是假的 都是空性的 那有什么好讲的呢 所以文书施利菩萨 这张幻灯片里面呢 它是奇狮子 是黄色 可是它画现前面的呢 是站着的语文书 接下来 文书菩萨也会画现 白色的文书 白色的文书 有一点像白色的度母 它可以解除你的 这个健康跟长寿上的障碍 接下来再看 灵命忠实在 药师经里面也有写 在净土经典也有写 尤其特别是药师经 讲灵命有八大菩萨来接应你 这个是其中的黄文书 听好 八个大菩萨 都是震入到无我跟空性 所以它不会送错地方 你不用担心 注意听 当你灵命中断气的时候 就像脱衣服一样 佛菩萨来接应你的时候 不管你要去哪个佛国土 你要像临山会上的净土 见释迦牟尼佛 或东方药师净土 或西方阿弥陀佛净土 菩萨它有神通 它会放光加持你 这时候它看到你的脑筋 你的记忆 就像电脑里面的data一样 全部会倒带 那就看你平常的愿望去哪里 如果你每天发愿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当然它就会 登 阿弥陀佛请你出现吧 阿弥陀佛就出现了 假如你念念的发愿呢 是要去药师佛国净土的话 对不对 八大菩萨自然登的一生 要是佛就现前了 所以八大菩萨绝对不会抢徒弟的 哎呀你不要去那里啊 要来我这里啊 我这边人比较少啊 你不可以过去啊 这个都叫凡夫的解释 佛跟菩萨是无我的 他有前面的神通自在 所以他不会把你送错地方的 那现在有一个关键是什么 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发的愿望是去哪里 所以你说归命三宝 晚上要打碎三归一 归一佛法身 希望各位联友 你也发愿 你将来下一生 你要去哪里 先回去想一想 先写下来 当然可能有一半的联友会跟我说 师父我们决定跟你去西方极乐世界 这么容易吗 那等下一场讲座 现在我讲的重点是 你每天要因因缘果 缘的部分晚上要发愿 这点是我要教的 假如你有佛堂 就在佛堂面前跪着发愿 如果家里没有佛堂 拿一张佛像来观锁圆镜 对他发愿 房间里也可以发愿 哪里都可以发愿 不过暂时不要跪在厕所里发愿 因为呢 其实厕所里面也有佛 不过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 不太恭敬 搞不好你发愿完以后 太臭了 结果发个臭愿 那将来就到地狱去了 所以暂时不要选这个地方 因为我知道你们的问题很多 这里又不可以 那里又不可以 以世俗地的角度 不可以在厕所里 因为是不恭敬 但房间里也可以 你跪着你要发愿 假如你是行人间菩萨道的 你可以发愿 愿我生生世世在在处处 走到哪里都遇到佛法生 都遇到最好的老师 最好的莲友 我能够好好的修行 借定会闻思修 而圆满直至成佛 就像你跟爸爸妈妈讲话一样 你若发愿 我要求生 要师如来净土 那你也可以发 要师十二大愿 你的愿望一定要跟要师佛相应 你才欢喜去要师佛净土 假如你要去西方极乐净土 当然净土有很多的发愿文 所以重点是 你每天要发愿 愿是一个很大的真丧源 当你断气的时候 注意听 愿像影子一样 虽然看不到 它会有很强的能量 推动你 到你要去的佛国净土 所以发愿是很重要 那在发愿前面呢 请做几桩事 第一个先忏悔 忏悔我今天所做的一切和的坏事 发的脾气 做的恶念 都要先忏悔 第一个请你写下来 忏悔恶念 第二个 我呢 希望我增长我的善念 假如我今天有做任何的善行 善心 给别人微笑 鼓励别人 关心别人 受好的善心跟善行 我都希望它增长 像种树一样 每每天都增长 再讲一遍 第一个 忏悔你的恶业 恶念 第二个 增长你的善念 第三个 不要执着 愿我有一切的善念跟恶念 都是空性的 希望帮助众生 最后都成佛 要做这三桩事情 这样你的念头才会清静 你才能够慢慢的训练到你的心 才会自在 心自在有什么好处呢 晚上的时候就会做梦 梦到好的梦 但也不要执着 假如你心不自在的话 晚上就会做到噩梦 好 接下来看经文 丁三小节 五十一八页第十六行 十七行 如是等 有八万四千的形象 是菩萨所应该知道的顿号 至波罗蜜 事实上 佛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佛的智慧也无量无边的 佛要修行的法门也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八万四千只是归纳而说的 事实上它是无量无边 再看下面经文 如是随分解释 至波罗蜜 第十度 翻过来第五十七页 第八行的 秉实至波罗蜜 这个龙树菩萨就讲完了 若要详细的演说呢 只有究竟圆满成佛的世尊 才能够究竟解说完毕 好 接下来再看 这是下一张幻灯片 所以南传 不知道有文殊菩萨 大称跟金刚称 没有一个人不拜文殊菩萨的 不是说小朋友考试的时候 才赶快去参加一个 藏传佛教灌顶 下次会不会考第一名 我想不太容易 文殊菩萨一定会说 你这个人很困 临时抱佛脚 考试读书是要靠平常努力的 同样 菩萨道的六度波罗蜜 或十度波罗蜜 也是要修的 看一下这张幻灯片 这张是在印度 伟大的花教中萨佛学院里面呢 有两层楼这么高 同流经的 全部的文殊势力菩萨 镶满了所有的红珊瑚 宝石 绿松石 所以真正的文殊菩萨 是非常庄严的 那我们学大圣佛法的人呢 我会鼓励你 发愿到五台山吧 去见文殊菩萨 对 所以 我们大称跟金刚称 有很多是相通的地方 般若波罗蜜是最为重要的 好 接下来看几三总结 好 我们从讲座第一次到第四次 到今天 终于讲到九十四诵 请看祭诵 此六波罗蜜 总菩提之良 如虚空中 尽设局诸物 意思是说 现在所解释的六度波罗蜜 总是过去现在未来 一切诸佛所讲的教法 而且讲很多 所有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所应该聚聚的各种资良 而这样一切广大的教法呢 可以归大为六度 或是十度 事实上 真正它是无量无边的 就好像虚空 虚空当中 行住诸物 它的意思是说 行是指飞行 比如说我从台湾到新加坡来 我从台湾经常起飞 经过了天空 也经过了云层 然后呢 飞了四个半小时 我才到新加坡机场下降 所以虚空里面呢 是可以接受任何的万物的 可以飞行 虚空里面也有安住 安住两个 佛经里最常比的 什么 太阳 月亮 还有第三个 星星 你看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呢 月亮就吓死了 到夕阳西下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看过 夕阳西下的时候 有时候太阳还没有下去 还看到月亮 对不对 月亮跟太阳也可以同时存在 所以月亮 太阳跟星星 它可以在星球运转 在佛经里批语 它是可以安住的 它可以运行的 但是呢 虚空不会说 太阳 你今天公修吧 月亮 你太丑了 你可以退休吧 不会的 太阳 月亮 跟星星 永远都在天上 这表示我们的心 也是广大 无边 一切都能包含 下面 有事跟无事 有事是指 consciousness 表示一切 有情众生 比如说 六道轮回的众生 或九法界的众生 无事是什么呢 no consciousness 比如像地板 木头 柱子 这些是no consciousness 对不对 有情似的跟没有情似的呢 都在同个天空底下生存着 所以所有用虚空比喻 包含一切的万物 不但包含一切万物 所有身文 圆觉 菩萨 所有一切的教法 也包含在虚空当中 所以下面经文讲 如是其余的 像僧文臣的资粮 或各种资粮 都包含在六度波罗蜜里面 同相无义应当之 也就是说 所有一切成佛的法门 都可以包含在六度波罗蜜 或十度波罗蜜里 它是没有不同的 只是有同相 就是同个内涵 无义呢 是指没有很大的差别 当然它在解释上有深浅的差别 好 我终于努力 菩提之量论到第二卷讲完了 到这里 接下来 既然讲了这么多经文 我要讲一下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羞耻 对大家会比较有利益 请看幻灯片 我今天要教两个大乘的无常观 注意听 南传也有无常观 你读清静道论 或是跟南传的口音卡禅师 或帕奥禅师 也有学无常观 但现在我讲的是大乘无常观 举方说水 water 请问大家知道 水从山上流下来 第一个是什么 变成什么 水变成什么 瀑布 对 看这里 我的茶杯里面也有水 很抱歉 你喝不到 因为这时候的水 在这个时空里面是属于我的 你如果要喝水 你可以到外面喝 所以水本身是H2O 它没有形象 当然水你可以说 现在化验啊 溪流的水 不 我想水的本质是H2O 是清净不染的 再进去 请切换幻灯片 水从山上里面流下来的时候 它会带着很多很多的杂质 瀑布一样 接下来流流流流流 流到平地的时候 它就变成呢 河流 所以瀑布呢 带着很多杂质 叫做Waterfall 瀑布 然后流到平地的时候呢 变成River 有大的河流 有小的河流 新加坡好像比较少河流 因为新加坡是一块平地 你们呢 也没有什么山 对不对 就一个Malphavor 对不对 其实那是Hill 不是山嘛 好 这些来再看 混灯片 河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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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汇集了很多水 就变成什么 湖泊 Lake 再来再流流流流流流 流到大海 流到呢 马来西亚 或是呢 对不起 流到印度尼西亚 跟新加坡的中间 它就是Ocean 注意看 英文字 它也是四个字 请问 这四个字是相同又不相同 糟糕了 又来问了 这四个字相同还是不相同 赞成相同的请举手 好 手放下 赞成不相同的请举手 糟糕了 听信红师法师的奖金 都不太敢举手 没关系 错了无所谓 想一想 这四个是相同的请举手 再举一遍 好 你认为这四个 不相同的请举手 好 手放下 答案在从形象的 从形象的角度 from viewpoint or the form 它是不相同的 因为瀑布呢 的确就是瀑布 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瀑布呢 中国大陆 九寨沟的瀑布 我拍的 你看 它就是瀑布嘛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再看下面一张 河流 流下来 有时候流得很快 流得很慢 第二个河流 river 掉进去的水 也有干净的 也有不干净的 河流呢 干净跟不干净 它都进入了 同样一个区域 最后 刚才讲 你看过的 淡水的 这个夕阳 旁边是大海 当然那一天呢 还是有风 所以它有波浪 好 所以请背起来 瀑布 河流 跟大海 请背起来 这并不难 待会我们会做常观 你的心 就像这三个过程 你今天 如果发了脾气的时候 你的心啊 就像瀑布 万马奔腾 对不对 你对家人 你的朋友 你的心常常是 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 对不对 答案是什么 啊 我今天被裁员了 No job 当然很失望 很难过 可是这时候 你要看你的念头 气也没有用吗 我举个例子 因为全球经济不景气 我们商业经济 也有三四位 没有工作了 很难过来见 师父 我们呢 告诉你一个 不好的消息 我说什么不好的消息 不好的消息 是我们被裁员 没有工作 我说太好了 真是好消息 你不是平常跟我念你吗 没有念普贤行愿品吗 现在你终于 是有时间念了吧 很奇怪哦 对他来讲是不好的消息 对我来讲 是很好很好的消息 我的徒弟终于呢 有时间可以送 普贤行愿品 请问 好跟坏有绝对吗 没有 换个角度想嘛 佛教徒听好 不会饿死的 假如你很混的话 只会饿个半死而已 对不起 后面一句是我家的 释迦牟尼波发愿 他本来可以活一百岁的 他把后来二十年的福报 留给后世 在家出家的弟子 真的没有饿死的佛教徒 除非你不用功 除非你不如法的羞耻 所以你看 我的徒弟他没有工作了 那我就叫他念观世音菩萨 念普贤行愿品啊 你平常跟我讲 不是很忙吗 你没意思啊 现在很好啊 坑规矩勒许 你没有工作啦 三个月好好念普贤行愿品嘛 一天念三遍 对不对 所以好跟不好 没有绝对的 你要换个念头想 这样佛法才会带你 升起一个力量 所以我们的心 遇到内境的时候 都会像瀑布 真的 好 这时候一定会痛苦 也会哭 没有关系 接下来 背挺直 心放松 身体放松 看你的念头 痛苦在哪里 你问你自己 痛苦在哪里 当然还是会痛 可是慢慢慢慢呢 你本来有百分之百的痛的 百分之百的压力的 当你去看念头的时候 慢慢慢慢慢慢呢 他呢 心就会像流河 河的水一样 平缓一些 当然还是会痛 没有错 我没有否认 可是呢 努力的地方 好消息的地方 是什么呢 你终于有更强的心量 去接受事实 而在禅定的宁静当中 你会想 我现在不能做了 请问 我可不可以做其他的 举个例子 我昨天有放 Valanasi Trip 对不对 是我一个学生 叫秀慧女生 她有在照片上 她在远传电信工作 她每天都用电脑 用很久 注意听这一段 电脑伤害是很大的 各位 不要常常花在电脑上 因为她辐射线很大 她做了很资深 十几年 结果答案是什么 眼睛 瞳孔有问题 开刀了 结果她做到 Valanasi Trip 这个短片 做到一半 她不能做了 她不能看电脑 她有一点紧张 不 我有一点点紧张 她比我更紧张 我有一点点紧张 是怕这个片做不完 我这次来 红法就没有用 最后她去开刀了 开刀的时候 她很难过 注意听 我本来应该要看她 可是那天我很忙 最后我就发动 商业金色的联友去看她 可是我从手机里 去给她两个法的鼓励 注意听这一段 第一 她在医院里 当然她很不舒服 该检查医生 她也在念 念佛 念经 念咒 可是我跟她说 你难过没有用 为什么呢 你看 在你病床旁边的人 比你更难过 这时候因为你生病 在医院 你应该生起大悲心 没有错 你开刀 你觉得很倒霉 你觉得我这么精进修持 为什么福菩萨没有保佑你 你有太多的情绪跟抱怨 我都能接受 但是现在送到医院里的时候 你反而应该去看看旁边的人 他比你更可怜 所以现在可怜 反而转变成你 生起大悲心的最好机会 听懂了吗 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我们佛教徒常常会认为说 哎呀我学佛呢 就一定要平安啊 保佑啊 答案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过去的业没有 掺除精进 你一定会有好也有坏 也有好也有坏 也有好也有坏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听好 虽然好跟坏 看我手 它一直会靠近你的目的地比较近的 所以假如你有一个 一厢情愿的想法说 我一定要全部都好 答案是错的 违反无常 它一定都会变的 所以我告诉我的学生说 心放松 答案应该很高兴 假如你现在还很健康 你的身体很好 你现在开刀 你还可以快恢复 假如你已经到了八十几岁 九十几岁开刀 那你可能会眼睛瞎掉 可能连师父都看不到 那你不是更后悔吗 所以你应该很高兴说 我的业在我年轻的时候 赶快先把它还完 了业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重点开始 生欢喜心 面对你的业力 不管它是好跟坏 我再讲一遍 生欢喜心 面对你的业力 不管它是好跟坏 把这个业力转变为 第二个重点是 把业力转变为 你修行的助援 就因为你生病啊 所以你在医院里 看到别人比你更苦的时候 你生起了广大的悲心 否则你平常也不会生悲心的 也不会发怨的 我再讲一遍 第一 用欢喜心接受你任何的业力 不管它是好跟坏 第二个 把所有一切的境界都转成为你修行的助援 所以他很感动 他在电话里哭了 他哭是欢喜的哭 他说谢谢师父 你这么忙 你打电话给我 对不对 后来他开刀又很顺利 我们也帮他点灯了 全商业金色人都出动了 帮他诵经 我也帮他诵经 最后呢 他除了 他还是要休息 他看电脑 为了做Vana Nasi这部短片 他看一个小时以后呢 他要美容15分钟 所以他终于发愿把这个片做完了 很好 我说功德无量 他还发愿将来要做发大胜体的电影 他终于要做 所以我赞叹他 我的说笑话 他可以得到佛教奥斯卡金像奖的简洁奖 但是你看哦 眼睛这么痛 他还会做得很欢喜 为什么 心中他有法 他有菩提心 所以你慢慢训练 再看下一张 你的心慢慢的调伏以后 才会像无波的大海 一定呢 刚开始也有很多很多的波浪的 没有关系 好 这是我要讲的大乘无常观 先让我讲完 今天暂时不要回答问题 这个明天再回答可以 这是我要做的 好再看第二个 大乘的空观 请看幻灯片 空观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佛经讲 波尔波罗蜜经跟金刚经讲 一切的像都是虚妄的 它的本质是空性的 那现在有个问题 你读的是读 你怎么修空观呢 大乘观我还没有教 我刚开始讲道理 待会我们会一起修 空观呢 那在佛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辟语 在金刚经里面讲 一切有违法 如梦 幻 泡影 水路 扬夜 种种的 好 我这边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 firework 烟火 第二个是梦 好 那请你看一下 前一阵子 元宵节 新加坡也跨年晚会 对不对 大家都去看嘛 很精彩啊 花了很多钱啊 烟火 这是高雄爱河的 这个元宵节灯会 烟火 咻 蹦 很漂亮 请问 你抓得到烟火吗 有没有烟火 有 我们眼睛真的看到烟火 对不起 我照相技术不太好 因为它要专业摄影子 它有专业的 可是我拍这个照片 你看 你看烟火这么漂亮 一刹那而已 美丽是不会永恒的 它就消失了 请问天空中 没有烟火 这代表它没有一个 永恒不变的实体 所以它叫空性的 那请问 你现在穿得很漂亮 你有很好的一切 名牌 或很好的车子 其实也是暂时的啊 再来讲梦 没关系 我们一步步来 讲不完 明天我还讲 各位大家都有做梦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看这里 幻灯片 左底下的一个老先生 他开始睡觉了 结果他一做梦的时候 中间有一个圆签 就像纪录片一样 他就做梦了 对不对 不管是过去的 或现在的 或是早上的 或前几年的 所有的景象 就像影像都出现了 再看下一张 有时候你会梦到广大 很清静的蓝天 我举一个例子 现在呢 大家静静不静气 假如你推完 在梦中 做梦到 哎呀 我今天去签马票了 对不对 马票知道吗 新加坡是叫马票嘛 我们台湾叫做彩卷 对不对 大家都希望发财 没有错 人之常情 然后呢 你就在梦中啊 你就发现 我开了一部车 轿车 赶快的赶到 Burgis de Junction 然后去赶快签一个 听说那一只呢 常常会中马票的那一间 冲签三章 然后那个 大碑观世音菩萨 希望我讲中啊 中的时候 我会供养你一半啊 很多人不是都这样发愿吗 然后呢 中完以后呢 再开一个车 再走路呢 到呢 司马路观音庙 中的话 我一定会还厌啊 在梦中哦 你做这个梦 结果呢 你太高兴了 开开开开开 风突然一吹啊 哎呀 那个马票的那三张纸 都飞走了 结果呢 可是呢 因为你还有收据嘛 对不对 所以马票都飞走了 那你非常的难过 结果回到家里呢 做梦的时候 一开票 哎呀 我中奖了 第一特奖 请问 第一特奖 新加坡是几万新币 有十万新币吗 表示各位很老实 都没有去签啊 好 没关系啊 举一百万新币好了 第一特奖 有这么多吗 我不晓得 因为我想着 台湾是最高 是一亿台币 就是五十万新币吧 对 五百万新币这样 我结果中奖了 哎呀 你在梦中 你非常非常高兴啊 结果呢 你就醒了 一醒了以后 糟糕 梦是假的 何后呢 在梦中里面呢 那个马票呢 子已经飞走了 讲这个例子 请问 你在梦中的时候 你要去买马票 而且 你开的车 只有在开奖的那一刹那 你真正中奖了 你还保留收据 你对了 请问 在梦里 你 那个欢喜 是真的还假的 在梦里 真的 没有错 你真的 那请问 马票从哪里来 梦中的马票 从哪里来 Hello 回答我呀 没有回答我 今天晚上就不可以回家 请问 梦中的马票 从哪里来 心想的 哎 各位很聪明 听了 菩提之量论 还是有一点智慧的 对 那请问 梦中的这个车子 是从哪里来 也是心啊 确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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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老公 把一个BMW 丢进去你的梦吗 车子 也是从心变来的 马票 也是从心变的 梦里非常高兴 哎呀 我中奖了 请问那个快乐 从哪里来 好 结果呢 风一吹呢 马票三张 被吹走了 吹走了 你就突然觉得很难过了 请问 难过从哪里来 大家都会讲心 好 那请问 结果呢 你这样一醒了以后啊 哎呀 我真的是中了马票了 可是呢 当你醒的时候 清楚的时候 请问是真的还假的 你醒的时候 是真的还假的 对 你醒的时候 你看到了你这个梦啊 原来梦是假的 可是请问 在这梦里面 你觉得是真的还假的 好 好 各位都很聪明 所以 大乘的空观 要常常用梦做比喻 在梦里面 我们很希望拥有 很多很多的东西 你要去抓 很多很多的东西 你得到的时候 你非常的开心 有车子啊 中奖啊 可是呢 马票呢 飞走了 被风吹的时候 你非常的难过 所以 请问 在梦中里面 你有快乐跟难过的心 都是有心变的 可是我们在梦里面呢 把它当真还当假 对 老实讲 我们在梦里 真正把它当真 有心变的